借4000万还8000万还不够,熊威超市劳董落跑。 全身时期在大台北地区拥有14家分店的熊威生鲜超市。 董事长熊俊年,前年因生意周转不灵,早上天道蒙经营的地下钱庄,借贷4000万元应急,每月光利息就700万。 他前后还了8000万元,钱庄还嫌不够。 他被利息压得喘不过气,去年6月无预警歇业。 带着老婆,丢下员工,债务,跑到美国避祸。 钱庄转向他的儿女讨债,长女不堪其扰报警。 警方前天逮捕38岁地下钱庄主贤林家红等13名成员,查过账款903万元,犯案工具及相关证物。 枪行进入店家,剪断监视器,陷入限制员工的自由,或者是把店家的商品搬光或者是贱卖。 讯后依组织犯罪,恐吓取财,重力等罪嫌,移送侦办。 至于绕跑的熊董,因击欠员工薪资,厂商也拿不到货款。 目前依诈欺被信遭通弃。 东新闻台北报导。